中央三个部门召开互联网企业行政指导会 要求各企业一个月之内作出内部检查 严肃整治 如果再有企业强迫商家二选一将会从严处罚 阿里巴巴因为垄断电商市场 上星期录租重罚超过182亿人民币之后 市场监管总局 中央网信办和税务总局召开互联网平台企业行政指导会 34家企业包括爱奇艺 百度、京东、腾讯、新浪微博、滴滴、饿料摩等代表参加 会议特别提到企业强迫实施二选一的问题突出 反映平台经济领域资本任性无罪扩张 公然踐踏和破坏市场竞争秩序危害极大 必须坚决根治 会上亦都指出有互联网平台企业 滥用市场支配地位 烧钱抢占社区团购市场 莫视假冒毅劣 泄露信息 实施涉税违法行为等多项问题 必须严肃整治 强调政策底线不可以逾越 法律红线不可以触碰 三个部门也都说 阿里巴巴的案件有警示作用 要求各企业资敬为守规矩 在一个月限期之内 全面自检自查改善问题 如果整改期之后 再出现同样违法行为 一律依法重重重厌处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